施老师你好 你好 施老师你先把你个人的工艺背景介绍一下 这个传统木雕的技术最主要是家学 我是跟我的父亲施政阳学习的 最主要能够参加这种 就是能够学习这个传统木雕 也是感谢政府 政府他在传统工艺的一个传承方面 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培植 不管是说课程上面 或者是说经费的投入 我的父亲施政阳 他是受国家所指定的重要保存者 所以我们有开医生的传细 工艺的传细 我也是参加了他的工艺传细 结业的结业医生 然后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 最主要的时间也会在传细中心 宜赖的传细中心那边服务 那么也在学校里教学 所以你是因为传细计划 才跟你父亲开始学木雕 也不是之前就有学过 但是也都是因为国家的一些计划 那国家计划里面 他当然是让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传席 那家里面传席的时候 就会需要有一些帮手 那我是回家去协助一些行政上的事务 然后看了那一些学员 他在学习的时候充满了热情跟欢乐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很不错 才是这样子加入 当然以前小时候就经常去看了 虽然说没有去参与去真的碰触到这颗刀 但是那个里面的DNA还是存在的 就是很多传细计划是你在旁边协助 看久了之后就开始下去动手 对对对对 就是在看了之后产生的兴趣 对 学习传统工艺其实要有很大的兴趣来支持 到现在几年的时间 快20年了 我学习从学习接触木雕 到现在已经快20年的时间 那你后来有走你个人的风格吗 还是都是做传统雕刻 应该说我在学习的是传统木雕 但是我将它运用在我的创作上面 我做的主要作品就不是建筑的装饰性雕刻 我做的大部分都是艺术性的创作 都是属于创作 但是还是融入了我们传统木雕的一个精神 创作型的传统雕刻图案在上面 对因为传统木雕它除了技法之外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图样上的意涵 传统木雕它其实有图就有它的意义存在 而它的意义最主要就是有一些 它会有一些吉祥的意思 然后教宗教校尖善美 那我将它这些传统的语意 运用在我的作品里面 等于是新旧融合就对 是的 那讲一下这次的计划吧 今年特别来教这个 这个是花鸟班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 花鸟班的学员大部分也是 它第一次参加木雕营 但是都是已经略有基础 在学校里面有学习过木雕 那么我们传统木雕里的花鸟组呢 我是以传统的图样里面 那这个图样最主要是以水 水里面的荷花 花鸟 花是荷花 那么鸟是用那个脆鸟 脆鸟它又叫做钓鱼翁 钓鱼翁的话 这里有一只鱼叫鱼翁得利 它就在传统语意里面 会将这样的图案里面放在民居里 因为它这其实有个吉祥的语意 鱼翁得利 对 所以传统图案都有它吉祥的意义 吉祥的意思在 对 那像这个图案的话 它的绘画者是我的父亲石正阳 他构图就对了 对他构图 那他在构图上 他会有一个生态的时序展现 这也是我们施正阳的传统木雕里面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在一个荷花的展现上 它会从盛开的含苞的到初开的 甚至已经是开完之后结成联棚的 它会将它这个完整的生命时序 展现在一个作品里面 因为这要表现我们生命的循环再生 就是有花的时序在里面就对 是 那么我们的花鸟或者是说花卉动物 我们在诗座上面会特别的去强调到 诗中的互动 也就是现在还没有做好 这是打初开 那么细修之后 我们会特别注重到它眼神的那个一个互动 比方说这只翠鸟 它的眼睛要盯着这只鱼 所以这只鱼目前的初开还没有定 是要将翠鸟先定稿之后 就是定案了 它的高低定位之后 它的视线必须要刚好紧盯着这只鱼 两个要对眼就对了 对对对对 因为这在图案里面 它有的互动才会产生故事性 所以这样讲就是传统雕刻 它有它的一个顺序 对对 有它的顺序存在 就是你们多年的经验就对了 对包括说绘图 绘完图之后 比方说我这个是透雕 透雕的基本 它会透过现具机 将过多的空白处给镂空 直接将它镂空之后 在雕枣上面 我们会注重到什么 景深的布置 所以图案结构里面 我们说的结构 并不是建筑性结构 是图案的结构 因为它镂空之后 它就相当的脆弱 所以它的每一个挑空点 我们都必须计算它的长度 寻求它的连接点 也就是在图案里面 要设计这种连接点 让它的图案是相对上强度是够的 也不会害怕说你突然去碰触 它就断掉 那么在结构性比较强的地方 我们就要大胆的去镂空它 因为镂空轻化 才会让你的作品的景深 变得更高 立体度才会更显 而不是因为怕它断 所以都过后的保留就对了 该轻薄就是要轻薄 透雕本来就是该搂就要搂 因为透雕它利用在传统建筑里面 它的特色就是会引光跟透气 这是在一个建筑里面非常重要的 因为光线跟空气 是建筑起居里面相当重要的元素 那透雕在整个传统雕刻里 它的难度算是一般 还是说算比较高阶的 以这个图案来讲 它的难度其实是中高了 以这个图案来讲 因为它的层次非常多 这个图案的话 当然以学生的作品来讲 我们这次采用的木头 它是以两寸厚 也就是六公分 两台寸的厚度六公分 六公分的厚度要做这样的景深 它的层次它必须要挑的很空 因为它如果不敢压低的话 它完全没有办法去展现到它的立体感 所以以这个图稿来讲 是属于中高难度 所以板子的厚度会影响它的难度 越厚其实越难对不对 越厚的话层次要越多 那当然也有的 如果你技术上 就你对图稿的理解 读稿不清楚 它可能会将很厚的木头 将作品全部往前推 那你这样就做不出它的景深感 你的立体不显 就是要近三远三 是是是你要将图案的前景中景近景分配的相当的适当 所以这个在设计草稿的时候 其实就要有这样的想法了 对不对 是没错 在画稿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计算 就是近中远 是而且画稿的时候就要先去想到你的木头到底要做多厚 比方说如果你今天这个是两寸厚的木头 那你如果只做一寸厚的木板的话 那么你的景深度也就是层次焦点 你就要减少 因为你没有多余的空间去让它做拆成 那没有做拆成的话 反而会所有的物件集结在一起 那这样物体看起来就会糊化了 它反而会糊化 糊化不轻盈 就会使你的物件感觉到不会清透 对就不显 所以老师在艺术成型之后 其实在教学的这方面算是非常有经验 所以这样的一个应对 其实对人家应该教学难度不高吧 我觉得每一种都是这种挑战 因为我之前教的话可能是国中大学研究所 但是那是学生 面对的学生也不是说像这样子的木雕影 是在短期二十几天就密集性的要完成这件作品 达到细修完成的阶段 因为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完成一个作品 对对对 那个学期的话有十八周嘛 时间上比较长 在雕作的时间相对也比较长 那对这些学员来讲 他只有二十三天要密集的将这个作品都完成 所以你看同学都非常的认真 那甚至于我们时间到了下课呢 他们也都是会留下来加班加点 欲罢不能就对 对欲罢不能 这学习雕刻就是这样子 当你开始进入状况之后 你那把刀你舍不得放下 对 好谢谢施老师 对 对 好